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等超久的 離開這裡以後 我急速地走在路上 一心想要趕快回家 但那時候我突然 插大聲想到 如果這裡有壞人 把你的衣服跟錢 都透了怎麼辦 所以我選擇 我去回去了 查了究竟 然後為什麼 我們會突然關起來 抱著彈彈的心 回到這裡 一步步地慢慢地走 這時候我身後突然 突然怎樣 鐵門關了起來 自己關 自己關上 沒錯 然後咧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我就這樣子 倒在貨上面 睡著了 看起來了將近兩個小時 騙人啊 怎麼可能 是真的 騙人啦 我就知道 是很真 聽左倫右舍說 這邊以前是精神定位的基地 所以呢 這邊真的很常有鬧鬼故事呢 這是真的 這是沒錯的 在這邊呢 就是因為早期呢 土地比較平均的關係 嗯 所以呢比較沒有被開發 所以呢日本人呢 就在這裡呢 建設了一家精神病院 叫做陽浩院 陽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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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啊 陽浩啊 養生的陽 所以日本人就在這裡建了一個 陽浩院 對不起 所以呢日本人就在這邊建立一個精神病院 叫做 陽浩院 喔唷 怎麼這麼傻傻 就比三十個字而已 他們常常聽到說 在下面走火的時候 樓上就有腳步伸 或是三步似的 就有東西掉落 還有人曾經 在附近 莫名其妙發生車禍 對面那個爺爺啊 哈哈哈哈 看太多 真的在我樓上都會一直 太怕拔背 因為你這個樓上是可以看到對面 對 那可能是他的信仰吧 但是我覺得也合理 因為確實 每一個不管 什麼產業 什麼地方都會有 他在地的鬼故事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 關於這樣的都市傳說 沒錯 我是愛迪小花生 我是小夫 我是小夫 好怕 我是小夫 我是白豬喔 相信大家聽了我的故事之後 都不然而立了 大家 有一天我在家裡的時候 突然我就看到一個 都市傳說 它就是可以讓假人復活 所以我就想到 哪裡的模特兒最多 好像就是服飾店 我就問了 既然就是五分湖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挺多的 那伯爺會被看過這影片 那伯爺就等到酒瓶了 但是真的真的太害怕了 所以你看到那個 有聽到腳步聲的那個故事 還是真的假的 那個左翎用車是跟我說的啦 妳自己是沒有遇到 對 但我聽過 旁邊的人確實 他們有發生一些鬼故事 他們有一天就工作到凌晨 尤其三天的時候 或是最陰的時候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有聽說過 對 然後他們每次就是 樓上都會有腳步聲 可是他們上面就明明沒有人 鑑魚呢 這邊也有假人 這邊也有故事 就想說可以的話 我就來這個地方挑戰 都市傳說 那等一下的那個都市傳說是這樣子的 是 我會在地板畫上一個六芒心 然後在六芒心的角落呢 點上蠟燭 摘下自己的兩根頭髮 一根頭髮把它燒掉 一根頭髮呢 放在假人的下面 據說這樣子做之後 就會看到那個假人 開始有一些舉動 我可怕喔 它動起來要怎麼辦 你在上面看電視啊 不 你上面有電視嗎 你會怕啊 你會怕啊 你不是住在這裡很久了 不知道我們要幹嘛 看電視啊 然後咧 你不怕喔 我怕啊 可是你要自己一個人喔 你現在還有上去啊 我也很怕 我要陪你上去啊 不喜歡啊 你自己來看這上面有多可怕 你就知道怎麼會怕 你就是走前面 走前面 我走前面 超黑啊 對啊 你不是說這裡沒有嗎 你不是說這裡沒有嗎 你跟我走 不看得很漂亮嗎 不看得很漂亮嗎 不看得很漂亮 我會不會在等你喔 我看你有沒有來找我 好 等你喔 好 我幫我關一下 我等一下看假人會不會動 去他們一樓 躲在那個都市傳說 看人家的事情 然後我等一下 就用這個假人 來走都市傳說看看 我現在要去看這個假人這邊 看到嗎 畫得 有一點醜 我現在自己 兩根頭髮 就把它 拉起來了 放到中間 然後接著 把蠟燭 什麼聲音 不知道 不知道 把這四根蠟燭點燃之後呢 一根頭髮 放在這個底座底下 一根頭髮把它給燒了 對 對 對 大家 你們要看到吧 我把這個東西點燃了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這個假人會不會 出現什麼反應吧 非常的安心 沒有任何的奇怪的現象 不知道 那個假人 目前有沒有什麼樣的舉動 不知道 既然在商店現在 在幹嘛 可能是因為 這個地方 我以前 也來過吧 就是 他有聽到 蹦蹦蹦嗎 可能是因為 這個地方 我以前 也來過吧 就是 他有聽到 蹦蹦蹦嗎 應該是既然 他在上面吧 所以大家 我剛剛一直 盯著這個假人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的肩膀 都是偏圓的耶 因為大家不是說 方正的肩比較好看嗎 既然都做假人模特兒 為什麼不做 大家覺得最好看的那個形狀呢 我不懂耶 是吧假人 而且其實 你們遠遠看 這樣子 你一直盯著他 跟我剛剛一樣 你不覺得看久了其實 還蠻可怕的嗎 如果他們等一下 全部同時這樣轉過來 是不是 我一定會 昏倒在這裡 兩個小時 我現在在這邊好無聊 沒有事情可以做 不然 我們穿這裡的女裝怎麼樣 欸 活過來 活過來 動一下吧 寶貝 耶 有這樣嗎 好像沒有 這個蠟燭還在持續的燒 對 大家我現在在這邊 其實是蠻無聊的 有任何的動靜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呢 到底有沒有鬼這個東西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很多人看到我 想要跟我聊的第一個話題 你知道嗎 我之前有看過什麼什麼什麼鬼 自然的就發現 怎麼全台灣 那麼多人都有發生過靈異事件 再加上 我之前發生過這麼多巧合 開始相信 真的有鬼這個東西 但是講坦白的 今天嘛 你跟我說 那個假人 會因為我做這件事情 就在動 講真的我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說 一個這個假人 我就這樣子 就讓他動起來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我不就是神了嗎 所以嘛 我們等一下去跟他合照看看好了 對 大家有聽到嗎 上面真的一直有 蹦蹦蹦的聲音 現在也有 對 在這裡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狀況 去二三四樓逛逛 然後去嚇他 跟他說我遇到鬼了 看到自己耶 有監視器 還帥了 也沒事啊 超空 應該也沒有怎麼樣 沒有發生任何的異常 或是東西 感覺 位置不一樣 你們覺得有嗎 然後接著就是五樓 我們上去跟街上說 遇到鬼了 看他怎麼翻 快一點 欸 吉安 睡著了嗎 睡著了 欸 吉安 你睡著了嗎 你知道我剛剛下面怎樣嗎 蛤 我遇到鬼 蛤 我遇到鬼 好冷 好久 那你剛剛有下來找我嗎 可不可以睡覺 好 那你繼續在這邊等我 各位大家 現在是說在上面睡覺 欸 你剛剛沒有下來找我 這句話 大家應該聽得看我想騙他吧 可是 你們不覺得那句話 讓我感覺有點茫茫的嗎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我剛剛不是聽到上面有啵啵啵的聲音嗎 如果他在睡覺的話 那代表說 那個啵啵啵的不是他 所以雖然我想要騙他 可是 我不會騙到自己 我這樣想就好茫喔 欸 吉安 你睡著了沒 你下來一下好不好 我現在覺得好茫喔 我現在覺得好茫喔 你站在這裡 幹嘛 我本來想要上去騙你 幹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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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那麼緊張啦 不要想啦 沒有怎樣啦 我只是要問你而已 他想要上去騙你 然後 然後就說 你剛剛沒有下來喔 這樣子 對啊 對啊 然後 然後 我以為你有下來 結果你沒有下來 幹嘛 我沒有下去 那你陪我下去好了 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我沒有亂講話 先坐完再講這些東西 你這裡 怎樣啦 你是走路啦 你不要再講 這是五十三的嗎 沒有五十三的啊 你這裡有老鼠嗎 我只是認真問你 喔有老鼠嗎 以前有啊 當然有啊 那現在咧 現在我不知道完全沒有在這了 這老鼠是老鼠 搜尋老鼠大作戰 你陪我下去看一下 這樣我沒有出來有老鼠欸 我也覺得應該是老鼠 那只有老鼠吧 你就要笑的 對 那你剛剛在五樓有什麼感覺嗎 沒有 我就很舒服啊 我先問你個人聽 你上去多久之後睡著了 那老鼠人都躲有 那你都沒有下來 沒有下一個 欸 這個鞋剛剛真的在這了 對啦 那現在我不知道 我確定沒看到 不知道 我今天要不想到我 不想 天啊 傻眼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傻眼 要把他都 本來這樣 呵呵呵 這個城河底 整個地方 到現在都還沒有任何的動靜 對吧 那我如果 我媽如果在監視器 看到這樣的東西 你覺得他會怎麼下 看到三點啊 搞不好他會動 三點是最 時間最硬的時候 現在幾點啊 欸我覺得你說的沒錯耶 傻眼 幹嘛你不要亂講 我什麼東西啊 就是是不是要等到三點 我覺得可以啊 你再等到三點嗎 對啊 你要不要等 我等啊 好吧 就照雞安說的 你就在這邊等到三點吧 三點平三分 他調 三點到中 可是沒有想 他那麼犯什麼事 看一下 這個蠟燭 變成一個 超人的形狀 那麼把它吹洗吧 那我們把它吹洗吧 OK 天然的藝術品 對吧 你這個可以帶回家做經驗 我看了這個假人 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動靜 整個店裡看起來 也是沒有什麼動靜 對吧 大家有覺得有任何印象嗎 這整個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沒有什麼變化 各位 我現在其實有一點累 有點不舒服 一直打噴嚏 對 那我們就 今天都算說就到這邊 然後上去叫雞安了 那我們回去後續改人見吧 掰掰 大家好這是網購 又是我們後續改人的時間啦 這次我到雞安他們店裡做這個 我假人儀式 個人覺得 本來就不可能成功 畢竟醫生都沒有那麼厲害了 可以讓死人 何況我是讓一個假人 但是呢 我當時還是鄙視著想試試看精神 因為搞不好會發生一些意料不到的事 像這一次呢 我們拍的過程中 樓上就時不時傳來蹦蹦的聲音 當下我本來想說是不是雞安 可是 後來又覺得 嘖不對他人在五樓欸 但 又轉眼想了想 也對 那邊可能是老公寓 而且一整排的建築都是連在一起 就算不是雞安 也非常有可能是左臨右舍 那當地的那些規務室呢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會神會合來的 不過呢 到底是不是 是不得而知 可是根據我的 自己的經歷啊 其實有很多人遇到 都會跟我說 欸王狗你知道我看過鬼 欸王狗你知道我發生過靈異事件嗎 所以其實我聽過大大小小無數個鬼故事 再加上我自己 親身經歷的一些巧 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 是必須打上一個大檔的問號 總之大家就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繼續的 探索這個不可思議的世界吧 最後一題 我們既然FIT 那在他的頻道呢 也有 我們兩個的影片 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留言分享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